当地时间3月15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纽约把郭文贵抓进去了 3月15日是中国的消费者权益日 美国人选择在这个日子抓郭文贵 不知道是有一条的日子 还是凑巧了 我是由郭文贵被抓 想到了国际刑警组织 好几年前 中国外交部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郭文贵 发出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 听起来都很有威慑力 问题来了 这几年郭文贵搞爆料革命 搞投资 搞加密货币 行踪都是公开的 住职也是公开的 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不去抓他呢 我们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我们误解了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这名字听着高大上 又是国际 又是刑警 给人一种能量巨大的感觉 但是 实际情况和名字给人的印象是两码事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 目前有195个成员国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国际组织 第一是联合国 最早是1914年 24个国家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开第一次国际刑警大会 中国也派代表去了 大家商量着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 便与大家互相配合 打击犯罪 到1923年 代表们聚在一起 第二次开会 会后就成立了常设机构 当时名字叫国际刑警委员会 开始那几年 国际刑警委员会运作的还可以 二战期间 国际刑警委员会被希特勒控制了 当时国际刑警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和纳粹的盖世太保在同一个房子里面 直到二战结束 国际刑警委员会基本是名存实亡 1956年 国际刑警委员会通过新的章程 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Interpol 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从1946年开始 他们用Interpol作为自己的电报地址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要业务 是向成员国的警察提供调查支持 专业培训 通过犯罪数据库和通信网络 促进国家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 但是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是一个执法机构 没有权利出去抓人 世界上有国际刑警组织 但是没有国际刑警 如果听说有人被国际刑警抓了 这百分百是胡说八道 说到这里 我们就明白了 国际刑警组织 类似于一个行业协会 没多少实际权利 国际刑警组织 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的大会管理 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和主席 日常运作由总秘书处负责 总秘书处有大约1000名雇员 来自100多个国家 总秘书处有一名秘书长管理 中国曾经有一个公安部副部长 叫孟宏伟 被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两年后 孟宏伟回中国办事 再没回来 一开始 国际刑警组织还着急 主席怎么失联了 不回来了 后来 中国警方声明 孟宏伟犯受惠最被抓 国际刑警组织 现在的主席来自阿联酋 当选的时候 也引起不少争议 因为阿联酋的人权状况不怎么样 有人认为 阿联酋人不适合当主席 2019年 国际刑警组织的收入 是1.42亿欧元 这中间 41%来自成员国的法定捐款 35%是自愿捐款 24%是实务捐助 实务包括设备 房地产等等 有钱才能办大事 才能效率高 为了让国际刑警组织 能更有效工作 2013年成立了 为了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国际刑警组织基金会 接受社会捐款 虽然基金会和国际刑警组织 在法律上相互独立 实际上两家关系十分密切 基金会基本受国际刑警组织控制 虽然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宗旨 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不卷入成员国家的政治斗争中 实际上会被有些政府利用 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2021年 土耳其 中国 阿联酋 伊朗 俄罗斯 和委内瑞拉被指控滥用 国际刑警组织打击政治对手 意见人士 阿联酋还被指控利用金钱 控制国际刑警组织 证据是阿联酋一次向国际刑警 组织基金会捐款5400万美元 5400万美元相当于其他 194个成员国的法定捐款总和 阿联酋的捐款确实起效果了 2018和2020年阿联酋连续主办 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2020年的大会因为新冠疫情推迟了 我们都听说过 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 要在全世界抓某某某 乍听起来挺吓人的 这还跑得了吗 事实是 不少被通缉的人在国外 过着奢靡的生活 对通缉令一点都不在乎 那红色通缉令的真实面目是什么 红色通缉令的英文叫Red Notice 直译成中文就是红色通知 红色通告 红色通知 红色通告听起来就很普通了 我们中国翻译成红色通缉令 有点装腔作势 吓唬不明真相的普通人的嫌疑 能被红色通告照顾的人 都是见多识广 你就是把名字叫得更吓人 对这些人也没什么效果 一点威慑力都没有 比如郭文贵 有红色通缉令后 还更活跃了 包括红色通知 国际刑警组织有八种功能不同的通知 其中有七种用颜色标注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红色通知 国际刑警组织可以自己发通知 更多的是根据成员国或者联合国 或者国际刑事法院的要求发布 比如说 他唯一的一种不用颜色标记的通知 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发布 主要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 通知发布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内部网站上 我们普通人看不见 如果请求的实体同意 国际刑警组织也会把通知的摘要 发在他的公共网站上 我们普通人可以访问公共网站 红色通知是告诉大家 有一个成员国或者国际法庭正在抓某一个人 希望大家能配合把这个人抓住 然后引渡回国 黄色通知是有人失踪了 要找这个人 或者是要识别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还有其他颜色 各有各的特点 通知发出去了 大家配合不配合 国际刑警组织就管不了了 2019年 国际刑警组织的安全网站 有6万多条有效的红色通知 1万多条黄色通知 发在公共网站上的红色通知 有7000多条 国际刑警组织对成员国不是有求必应 不是说 只要你要求 他就会发通知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 禁止该组织 从事具有政治 军事 宗教 或种族性质的活动 比如说 2020年6月 伊朗高官卡西姆 苏莱曼尼在美国的导弹袭击中死亡 伊朗随后向美国总统川普 和35名美国军政官员发出逮捕令 伊朗还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红色通告 国际刑警组织当然不能发了 国际刑警组织曾经向乌克兰前总统维克托 亚努科维奇发出过红色通告 后来又撤销了 原因是 关联到政治